嗨大家好,这一段开头我重拍了三次 因为前两次麦克风出了问题 希望今天你可以乖乖的,我不想再重拍了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Kate新出的 凌小维雾粉底液的全天实测 每个底妆实测我都有一个习惯 那就是我会先上网看他们宣称什么 羽化为凌重力的雾感面纱 革命性液态粉柄 液态完美修饰毛孔凹凸 也就是说粉底液上在脸上后会化成粉状 厚重妆感也消失无中 包装跟去年全黑管一样 非常轻巧 塑料丫头的设计 现在会把镜头拉近,上半边连给你们看 目前脸上只化了眉 保养品和防晒 这下什么都还没用 那现在把镜头拉得最近 可以看到脸颊两边都有痘印痘疤这些瑕疵 尤其是这里更严重 那为什么我要先试左边呢 因为鼻子这毛孔粗大 凹凸动问题比较严重 我觉得阿姆斯状可以来我鼻子探险 那先让我们上在这 注意哦,这里 好 脸颊有少许的瑕疵 鼻子有非常严重的凹凸问题 那现在把粉底晕开 比较不明显的瑕疵它已经折盖掉了 那如果是眼周暗沉问题比较严重的 我觉得还是需要遮瑕膏 鼻子薄薄薄上一层,凹凸问题它解决了四层 我现在再把粉底集中在泛红的部分 还有这里 再上多一层 看看 放红问题修饰得了 鼻子毛孔出到问题 或者凹凸问题 比较严重的 它有做到填补毛孔 让整个鼻子有平滑的表面 眼下暗沉问题 它有改善一些些 但我觉得黑眼圈非常严重 还是需要遮瑕膏 目前做到的是皮肤提亮 还有纠正肤色 比较暗沉 像这里的部分 它就无法遮盖掉 额头其实瑕疵不多 只有凹凸不平 那这是上完半边脸的妆效 拉近给你们看 这里是完全什么都没上的 这里上了薄薄一层 鼻子除外 鼻嘴上了两层 但遮泛红部分只上了一层 可以看到这里有很明显的泛红 痘印 痘疤 甚至有痘痘 泛红问题 凹凸冻问题 但这里毛孔都被填补好了 黑头粉刺也被遮掉了 眼周暗虫问题 它能解决 也不卡细纹 但黑眼圈比较严重的 我还是会建议用遮瑕膏 脸颊肌肤 这有很美的光泽 泛红和小的瑕疵 它都能完全遮盖掉 我现在会快速上完这半边 这底妆宣称说 上完后会变粉状 可能很多人就会怕 上得太慢 底妆就干了 但它不会 注意我脸颊这部分 很小的瑕疵都被遮盖掉了 那如果你的痘痘 像我这颗 颜色比较深的 可能还需要多一层 我现在会再堆叠多一层上去 这个部分 这粉底衣是可堆叠的 再上多一层后 我发现原本遮瑕力有五层 那上完后 它就变六层 眼下着可以看到 有皱褶的地方 像当我笑时 皱褶点 可是它并没卡进这细纹 目前这么看 我觉得妆感是非常好的 用手触碰 会觉得已经上了一层米粉 但这是完全没上 任何粉的底妆 它是有带健康肌肤光泽 柔物感的粉底衣 我现在会去把剩下的妆用完 稍后回来 现在的时间是10点48 这是我完整的妆容和发型 目前皮肤质感非常漂亮 原本凹凸明显的鼻子 也变成滑顺的表面 没有妆卡细纹的问题 泛红和肤色不均问题 上一层就可解决 但颜色比较深的豆巴 必须再叠多一层 才比较能遮得住 这么看的话 遮瑕应该有六层 虽然上在脸上后粉底衣会从液态变粉状 但绝对没有肌肤被闷着的感觉 完全没有 说老实 它粉感一点都不重 像上了一层蜜粉 整体而言 底妆在脸上的感觉是舒服的 好 现在就接下去看我用另一台相机拍的全天实测 终于把这开头拍完了 来 同学 CPR弄得怎样 他叫了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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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诶? 他念什么? 昆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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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选到第二个现实区 哦? 这是 到底哪头? 诶? 那他这个怎么没有动 回丢了 回丢了 没有 那个有新的进步了 他终于跳过去了 跳了好久 幻想幻想 你要叫啊 你的名字叫幻想 哈哈哈哈 好可爱哦 你的名字叫幻想 期末就靠你叫 你不叫我们就被当了 好 我们现在吃东西吧 稍微一点都不得 那要吃什么 那要吃什么? 这个 这是我的 哈哈哈哈 哇 好丑哦 什么? 这很好看诶 我说眼睛 看点眼睛就比我们大了 这可爱诶 谢谢 我先换你叫错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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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连来五也变好看了 我觉得变成错诶 这是RX吗? 我的眼带今天很重 G7X 我的眼带 我不能太大声 而且这里可能会有点吵 因为我现在带学校的实验室 那目前的时间是15点30 3点半 超过了4个小时吧 4个小时多 那目前的妆效呢是 还是完好的 T字部位没出油 下巴也还好的 脸颊两边的 遮瑕力也没退掉 粉底液也没因时间太久而氧化 变得暗沉 没有这一类的问题 就连鼻翼这部分 最容易脱妆的部分 妆也还好好的 超强诶 这一罐粉底液 好 那6个小时后再给你们update 哦 让你们看看我们做的东西 它是3D裂印 补充一下 这里的光线比较好 我发现鼻头这里 其实有稍微的出油 额头其实还好 它就是刚上妆的光泽感 脸颊也是 下巴也一样 对 就只是鼻头着 现在的时间是1856 应该过了7个小时吧 那现在的妆感 鼻翼的部分 已经开始浮粉了 嘴角也是 两家的遮瑕力有退掉 但它还是有一定的遮瑕度的 修饰毛孔的能力还在 没有脱妆 只有浮粉 并没卡细纹 眼周着 没卡细纹 那整体的妆感 目前是 蛮油的 对 不是奶油机哦 是蛮油的 回家后再给你们一个final update 嗨大家好 我终于回到家了 现在的时间是8点12分 总共9个小时了吧 在外面一整天完全没补妆 也有流汗 9个小时 那我现在会把镜头拉近 让你们看看现在的妆感 鼻翼这里已经完全浮粉了 也有少许的掉妆现象 也有少许的掉妆现象 没有白芝麻问题 也没斑驳问题 眼下 有少许的浮粉 可是它并没陷进纹路里 对 微笑曲线 嗯 有少许的陷进纹路里的状况 但不严重 有少许的陷进去卡细纹里 但其实 这不算严重 至于脸颊两边的遮瑕力 腮红还在 嗯 可是 凹凸的痘疤就可能比较遮不太到 遮瑕力已经退了 但这粉底并没有因为时间长而变得暗沉 那目前脸上的光泽感 完完全全是油光感 会出现奶油肌的状况是在 四五个小时吧 那时候脸上的光泽就是奶油肌的光泽 五个小时后尤其是T字部位 出油状况会变得比较严重 那这一个粉底也没宣称说它可以控油缩液 我是觉得还好啦 具体而言如果再找一个适合夏天 夏日或者是炎热天气的开架底妆 Kate的这一款我非常推荐 它的质地非常轻薄和滑顺 虽然说擦在脸上后它会变成粉雾状 可是它的粉雾感不会非常严重 不会像你带了一面面具在脸上 完全没有这一类型的问题 轻薄同时又带一定的遮瑕力 毛孔修饰效果也非常好 如果跟我一样是油肌 它的控油力最多可维持四五个小时 四五个小时它就一开始体质不会出油了 如果想要这底妆再更持久 因为我是完全没上蜜粉 完全没上定妆喷雾 就直接这么出去了 没有蜜粉没有定妆喷雾 它也没宣称说可以持妆那么久 嗯你们自己看 我觉得它真的做到不错了 做到它没宣称的 它所宣称的也有做到 这一罐粉底真的无可挑剔 补充这款的色号有按照肤色的底色 做不同的搭配 像这样 如果你有用它前身也就是全黑那一款 譬如说我的色号那一款我可能也是用02号 可是那一款的02号跟这一款02号 色调是完全不一样的 尤其是一号色和二号色 这两个色号真的完全很明显 看得出不一样 所以我建议如果你们想买它 就请去从事颜色 否则色调一定会不对 那也因为目前的色号是以色调做区分 因为YouTube太闲 一直更改东西 现在只按订阅已经没用了 必须搭配小铃铛 否则你们不会收到 之后我新上传影片的通知 我是瑞恩 祝你们有美好的周末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爱你们咯 我终于又可以做这个了 好啦也不完全可以啦 它只有只能这样 寄行的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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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